Hello 大家好 我是斯古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晨早新闻报道 今天是7月13日 星期六 来到星期六 各位观众慢慢休息 睡饱睡觉再慢慢听新闻 现在的气温30度 天情间不中多云 总之也是超级无敌热的日子 大家就注意 好 跟大家看看新闻 在观塘的翠平北村发生了堕楼案 在昨日的下午3点13分 一名男子在翠平北村的翠楼楼 身处于外场危险的位置 幸好就说真的跟电影情况一样 人已经大半个人跌了下楼 幸好有人捉住他的脚 然后半天吊了出去 幸好就是说最后就成功把人拉回到安全的位置 救回一命 救护人员和警察都有冲上去 帮手拉人 因为当初负责救人的陈先生 他就帮手拉住人 但是他也不够力 就是说什么 单手把男人扯上去 都一路拉住一路拉住 然后其他街坊 然后警察 救护人员那些都上去接力 帮手一人多就可以拉回人上来 情况就相当之惊险 因为如果那个街坊 万一他的手不够力的时候 到时就情况难以想象 还有据了解 伯伯是因为浪衫 然后就跌了下去 当时就是说 各个街坊能够勾得住他的脚 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 明明浪衫应该一个人浪 那好地地 为什么有个街坊在旁边 因为阿伯那时候浪衫 卡了下去 所以脚是浪在浪衫架 接着听到阿伯叫救命的时候 然后就立刻冲上楼 而且幸好 阿伯原来家里没有锁门 所以别人这大小子 直接就开门 冲进去救他一命 800被人救起的时候 鼻子有受伤 应该是仆崩了鼻子 而且伤眼是通红的 情况真的相当惊险 幸好就是说 他刚好跌下去的时候 浪衫架卡住他的脚 但你都能想象到 就算他是800也好 这样卡住他的脚 他的脚究竟有多痛 而且刚好他也没有锁门 因为如果他锁门的话 你怎么能冲进去呢 到时真的要等消防救户 进来爆门的话 可能太晚了 总之这件事 真是很离奇 很幸运地 可以令到这一名男子获救 下一单新闻 昨天晚上9点25分 在跑马地棉花路9号的 紀律部队人员体育及看罗会中 据报一名40岁的男子 在打羽毛球期间突然感到呼吸困难 其后暈倒 救户人员抵达 事主仍然陷入昏迷 由救户车送往勒敦至医院抢救 但最终正实不治 据了解 事主并非纪律部队人员 他是纪律部队人员的家属 本身有三高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 警方经过调查后 相信事件并无可疑 下一单新闻 在昨天早上8点 警方接获一名车主报警 他停泊在深水堡耀东街22号对开的7人车 前天被地盘碎石击中损毁 年日来双方就着赔偿问题不断拉锯 当这个车主索偿7万元不果的时候 报警 警员到场调查后 拘捕了一名负责外场工程的男子 涉嫌容许物件从高处堕下 由于车被人刮到花了 其实大家都知道 那些车如果要送去原厂保养的话 那个情况都很贵 这些肯定就是说 你又报警 别人又被人捉 之后都一定是经过法庭去解决问题 因为私了不得要公了 公了一定是很多时间 很多程序很麻烦 好了下一单新闻 屯门有怀疑黑帮企图壟断地盘饭盒生意 并且以威客手段去驱港其他相反 屯门警区派出桥庄的探员埋伏 并且在11号联和食办处展开行动 合共拘捕了11名本地人 22岁至59岁 他们涉嫌自称三合会成员 串谋刑事恐吓和无牌贩卖等罪名 部分人士亦有黑帮背景 这些地盘黑社会饭盒 其实以前都经常有听过 好了下一单新闻 关于昨日和大家说过 泳总那些僵尸会的情况 方力申爆料出来说 为什么不整顿那些已经没有再运作的僵尸会 因为原来他们有投票权 当然也没有清晰去说 究竟投票里面有什么作用 但大家都想象到 有时候你多一个人多一票的话 可以尽可能将一些决定对自己有利 不过我相信泳总这件事 我就应该不会再另外拍片说 因为昨日那条片的观看数很低 都是说整条片只有5000人看 所以这个话题尽量避免 因为毕竟我随便拍一条河马 都说起码都两三万观看数 但说这些比较正经的东西 只有5000观看数 希望各位观众能够体谅和明白 因为始终其他话题没有人看 这个很现实 下一单新闻 港大校长张祥在2023年底 遭到吹哨者提出多项指控 校务委员会展开调查 最终的结论就是说 证据不足以确立对校长的指控 不过报告一直没有公开 张祥和校委会主席王佩斯的矛盾持续 校委会绕过校长张祥 任命了五名副校长 香港政府也要成立这个调研小组处理 港大职员在昨天收到吹哨者的电邮 附有调查报告 就关于1000万元人民币奖学金 用失当的部分 结论就是说 港大处理捐款有多处失误 向捐款者提供49个虚假受惠学生名单 当中有17个人连港大都没有入读 港大最终向捐款方道歉 张祥就说 他对名单有问题 但不知情 所以不能说这件事是他错 这些事情恐怕就有时间去拗 好了 下一单新闻 香港赛马会冠军人马像 在昨天举行了颁奖典礼 先后在澳洲和日本的一级赛奪标 包括日本的安田纪念赛名区 叫做浪漫勇士 明登本年度香港马王的宝座 同时也成为最佳中距离马 浪漫勇士在最新浪琴全球最佳赛区当中排第六 至今二十战十五折 累计的奖金去到1.5亿 至于三届马王金枪六十 虽然失落马王 但也连续四季成为最佳一里马 好了 下一单新闻 食物环境卫生署的食物安全中心 昨天公布 一个从浅水湾海滩道28号的一个餐厅 当中所抽取的冰点甜品样本当中 即是雪糕验出大肠钢菌含量超出法例上限 所以已经叫它棄置和停售相关物品了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卫生署宣布 长者医疗卷在大湾区可用的服务点 在18号起 将会在中山市的中山陈星海中西医结合医院有得用 再配合心中通道的通车 令到香港人更加容易去用 不过医疗券这方面 在大湾区真的不是这么普及 是真的说 零零丁丁的几个地方可以用 所以真的想上去用的观众 要自己做好功课查好资料先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公园近日频频发生医疗事故 医卫局其后扎成了一些委员会 就着近期的事件进行检讨 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陈凯恩施责 医管局现时处理医疗事故 比20年前自己做记者的时候更差 不少医疗事故也选择在晚上公布 也有医疗事故未有召开记者会交代 欠透明度 高拔昇即是他们的行政总裁回应的时候 就说我们都是觉得有问题 另外就说所有的成员都是医管局委任 令人有一种自己人查自己人之嫌 希望尽力督促去看看如何改善好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天文台在昨天就表示 他们下午的时候 他们那个伺服器发生异常 搞到间歇性展示了过去的天气资料 现在就已经回复正常了 好了 下一单新闻 一个已婚的南径 在纪律部队宿舍 就以检查煤气为由进入邻居的单位 跟着就对邻居七岁的女儿上下其手 最后这个邮班警被人判监了九个月 当然了 也都是没得做警察 还有 纪律部队宿舍也都已经被搬走了 那这样 是不是很坏呢 即原本你也有宿舍住了 还要做警察 那都半个人生赢家了 但是 就是因为衰色色 所以就搞到大好的前途没有了 跟着你想想 他35岁坐9个月 我当他36岁出回来 那他还做到什么呢 好了 下一单新闻 电影老板王八名旗下 每个月租金达到五百七十七万 全香港最贵租的王国朗豪方的那个戏园 远方就在12号就表示了 就是因为租约期满 那所以 7月22号就正式结业 那其实这个新闻之前都已经有说的了 不过今次是叫做 他们官方的Facebook就发出消息 那所以就是说 如果想看电影的 就还有九天时间就可以去外面 就是可能有些人以前拍拖 那时候就是在这些地方看电影都不出奇的 那我自己就都差不多六七年没看过电影了 好了 下一单新闻 那香港中学文贫市就在下个星期三十七号放榜 那现在有调查就发现了 有三成的应价考生就考虑会去到内地升学 那至于在台湾那里升学的就占了十四点六个percent 那其实以前台湾都颇为吃香的 就是十年前我还是学生那时候 但是其实十年前的时候都已经说了 台湾很多大学都没有应受性 真的成绩差到贴地 而且家里有钱的人才会考虑在台湾升学 所以大家都发现 而且你出来工作 越来越多地方 都不是太过承认台湾那些不知名学校的学历 就是你以为自己花了四年时间 用了家可能不知多少十万之后大学生 但是人家不认你大学生 结果同学一样 就是变成中六毕业 所以越来越少人就去台湾升学 相反内地的机制那些就越来越好 所以都比较多人就称赖于在内地那里升学 而且升读内地大学有些好处就是 如果以内地的高考成绩 有些你未必能够有资格入到的 但是如果你是考DSE 你是香港人的话 变相就不知为什么就会收你 所以就是说 有机会可以攀上去一些 都叫做相对出名的名校 当然你说什么清华 北大那些就普通人不要想了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好 大滥隧道的专营权在明年五月底戒满 政府收回隧道之后就会下调收费 并且提出三项的建议收费情景 有议员提倡说非繁忙时段免费 不过物流局那边对于这个方案有保留 认为非繁忙时段都应该收费 符合用者致富的原则 否则对于其他繁忙时间用车的人不公平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关于社工注册修例 大家都知道 那个社工注册局被政府 劳福局局长大刀阔斧去改组 成员由15个人多了27个人 其中17个人委任制 现在也出来回应 孙玉咸就表示暂时没有打算要社工宣誓 不过对于续牌进修 都会有更多要求和期望 不过实际那些落地条款 仍然需要慢慢去谈 好了 下一单新闻 邮班警就华如 捕捕了一个21岁的中国籍男子 怀疑她因为前女友令杰新欢 所以在未经前女友的同意下 在社交媒体披露她的个人资料 涉嫌违反了起底法 被捕的男子获准了保释 公署会继续调查案件 下一单新闻 邮班景怀疑她7岁的女儿不愿意吃早餐 所以刮了她的面子一下 当女儿上学时被老师发现她的面子肿了 于是揭发案件 最后这名男警需要自签2000元 首行为两年控罪获得撤销 这是一个45岁的警员 叫做堵住了份工 下一单新闻 日本富士山的山梨一侧 在今个月1日开放登山后 静岗那一边在10日也开放登山 吸引了大批登山客攻顶 但是在开了山不久 就已经传出了4宗的死亡意外 在那个山小屋也陆续收到 很多身体不息的登山客 令到日本的救难人员就忙到什么 其实登山这些就看自己 不要说人去你就去 这个不是一个这么简单的旅游景点 除非你说我健身教练 我运动员 我平时操得很fit的 有了装备的 你就去吧 但是如果你说 没有啊 平时我都坐电脑 不登山的 接着这些就真的要小心点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尖沙咀就发生了火警 在今日清晨6点的时候 一名女子报案就说 在克德大厦一个单位就起火 他和男朋友还有四只的宠物猫就需要协助 消防到场就将火破释 正在调查起火的原因 那名的男子也都因为用手打破火警钟就受伤 经过包扎之后就无需送丸 女子和四只猫咪就没有受伤 现场消息就说 起火单位就是一间的美容院 据知当时有人完成了一些眼疚 即是一些你当需要用少少热力的治疗 但是就没有关火 搞到烧起了些杂物 没有烟的 好了 下一单新闻 一名57岁的男子 在今日凌晨时分就认识了一名的越南籍女子 驾驶着保马斯加车接载对方 到了凌晨3点的时候 去到中环的云咸街33号对开的时候 铲上行人路 期间一架的士才驶过 双方便因驾驶问题起针执 48岁盛陈的士司机报警求助 警员接报到场后 打算调停纷争 但是估不到保马斯基 可能因为载住一个陌生女子 所以要威要刑,表现囂张,不断狂骂在场众人 再加上身上带有酒气 于是警察帮他进行酒精呼气测试 结果未有超出法例的要求 但是的士司机就说 有人曾经驾车铲上过行人路 到最后以涉嫌不小心驾驶 向宝马司机发出传票 好了,下一单新闻 深水埗发生罪嫁案 在今天凌晨3点 司家车沿着石杰尾街西行 当驾到石杰尾街与周街交界时 司家车怀疑撞向货车 警员接报到场 发现48岁姓黎的司家车司机身上有酒气 经过初步调查 未能通过酒精呼气测试 走后驾驶被人拉了 获准保释 好了,下一单新闻 一名男子在今天凌晨被朋友接载返回港岛贝沙湾住所 朋友其后离开前往中环的南桂坊 但怎料那名男子起床发现朋友不知所终 于是四处寻找 估不到就是说 稳稳自己从二楼跌到楼下 脚步受伤 受伤也好,都要负伤前往南桂坊去找他朋友 最后在威宁顿街一带发现朋友的蹤影 朋友知道你为了找我在街上跌下来 都是不去饮 都是报警 送朋友去医院 至于为什么会找人找到跌下来 伤者自己是大有酒气的 相信就是说 他的朋友看到他喝到屁屁股 送他回家 然后自己继续去砌 然后他的朋友醒醒的时候就发现 我最最后的朋友不见了 他去了哪 我要继续去南桂坊找他 结果搞到自己跌下来 然后仍然要继续去南桂坊找回朋友 整件事其实都很樸缩迷离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屯门发生了车祸 在今日凌晨时分 一架私家车沿着屯门的龙宅路 往龙日村方向行驶 驶到去一间小学对开的时候 怀疑失控 撞向了老旁一裂的铁栏之后 四轮朝天 然后就怀恶在路中 司机受到轻伤 负伤自行爬出车外报警求助 清醒就由救护车送院自来 警方也调查车祸的原因 好了下一单新闻 在昨天晚上屯门公路10点时时 四车串销相撞 两人受伤 当中包括一名人妇 好了下一单新闻 警方就表示 游尖旺区的反三合会行动组 根据善报和深入调查 在昨天在区内展开了打击非法赌博行动 在夜晚9点半 突击去搜查上海街383号一个单位 赌破了一个怀疑非法钓鱼机倒档 检获了七部游戏机 一部毒卡机 一批游戏卡 还有1200万现金 和三把刀 拘捕了8个人 好了下一单新闻 警方就表示 游尖旺警区联和西九龙总区交通部 在12号就进行了代号叫做动天的联合行动 打击区内围离泊车的黑点 行动当中 警员发出了1057张的定额罚款通知书 并且拖走了11架严重挤失的维帕车辆 其中一架还要是保马斯加车 好了下一单新闻 食物环境卫生署 在昨天突击巡查市面零售店 打击非法输入去售卖 嘴咀的无烟烟草产品 行动当中食环署人员就发现了两宗 华尔非法输入的个案 即是你当是类似一些香口佳 又或者真的买些烟草就直接放入口里咀 其实这些比吸进肺口里更危险 千万不要说因为好奇而试下 必定后悔终身 好了下一单新闻 警方展开了代号叫做烟河的行动 倒破了一个有黑帮背景的假财务中介公司 拘捕了7个人 包括集团的主脑和骨钢成员 他们涉嫌以低息贷款为名 诈骗了13名受害者 涉款达到971万 涉案的假财务中介 在铜锣湾的洛克道设有写字楼 案中骗徒以不同的借口 例如是保证金、资产审查 要求受害人去做一些预先的付款 事主给了之后过了数 迟迟都收不到消息 接着就发现自己被人骗了 到期时那些骗徒已经夹大潜逃 受害人来自不同的阶层 公司老板又有 专业人士也有 其中有部分的受害人 他们为什么要借钱 就是因为他们本身连银行都借不到 所以才需要去借这些财子 结果就是说还要再付钱 令到自己是商上加商 下一单新闻 长洲分区军装巡逻队和特显队人员 昨天的上午在区内进行交通执法 打击电动工具 电动单车等 最后有一名男子涉嫌无牌駕駛等等 三项罪名被人逮捕了 下一单新闻 一名男子在11号晚上9点 就离家出走 潜水去打鱼 但是去到昨天早上都没有回家 以及失去联络 家人就担心 接着在昨天的中午报警 消防和水警分别出动了消防船 和消防蛙人还有水警轮 先后去到大美督的船湾淡水湖南面 和白沙头洲一带 还有西贡那边去找尋 最后去到下午2点半 救护人员就在凤凰忽对开大约400米的海面 就发现到55岁姓黎的男士主的快艇 其后在11米水深的海底找到他的遗体 家人亦相当之伤心 潜水这些其实就很大风险 还有自己一个潜水的话 出了事都真是求助无缓 特别就是你在水中出事的话 你不是旁边有人 在那些黄金三分钟里救起你的话 就算有人见到再报警 缺氧的话你都等不到10分钟 是吧? 接着还要有蛙人 起码要半个小时才能救人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在昨日的下午1点35分 一名男子由高处墮下 倒饿在新葡江着陆街的华兴工业大厦 对开的地面 重伤昏迷 据了解 市主就是这个地方的保安员 根据市主的同事所说 他近日就心神仿佛 接着就发生了这件事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在昨日的下午1点47分 警方就接报 一名42岁的外傭在西贡的西沙路 王竹湾村一个邪波落斜的时候 遭到一条1.5米长的啡色蛇咬脚 救护人员到场 外傭就清醒送到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治理 据报外傭被蛇咬完之后 有点点头昏 不知道是否一些毒素影响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在昨日的朝早9点58分 在沙田的大围美田村 村美亭楼7楼一个单位发生了火警 冒出了大量的浓烟 多人就报警求助 消防员也派出一条喉 和一队烟雾队撲救 21分钟后就将火救息 期间疏散了190人 包括楼下一间幼稚园大约100名的私生 并且在起火单位旁边的老翁 由于不良于行 需要坐在担架床上休息 现场消息说 华尔厕所里有拖板湿水 导致流电起火 好了 下一单新闻 英国政府在昨日宣布 完成了四成刑期的囚犯 就可以获释去舒缓监狱人多势逼的情况 SKYNEWS天空新闻报导 司法大臣表示 假如我们现在英国不采取行动 不放一些犯罪出来的话 他们的刑事司法系统或面临崩溃 法律和秩序也会完全失灵 街头抢励和暴动的情况也会发生 即是说如果监狱真的失到爆 其他人就可以视为犯法 都没有位置在我 犯法 都没有位置 不用坐 所以现在就说迫冤无奈 有些已经坐得差不多的人 就放回他们出来 就释放一些位置 不过其实这样 对于一些案件的受害人来说 很不公平 明明他要坐五年的 现在坐四年 坐三年就能够放出来 真的对一些曾经被他偷过东西 被他伤害过的受害人来说 就真的不公平 好了 下一单新闻 菲律宾在7月12日 就发表纪念南海仲裁出台计划 八周年的声明 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 亦都在同日的例行记者会上面就表示 中方就希望菲律宾方能够隔手承诺 停止去利用和炒作非法制裁 在南海问题上 早日就回到双边谈判 去解决争的正确轨道上 虽然菲律宾一些的态度有所 好一点点 但是 偶尔都要跳出来做跳梁小丑 去刺激一下中国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在朝鲜公开处决了30名学生 习近平回誤 雅努亚图总理同意升级 中雅双方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在朝鲜那里 有些中学生 拾了一些隔离 南航透过气球飞过来的USB USB里面有些韩剧 到最后 朝鲜公开处决了30名学生 谁有份看过就打靶 好了 最后一单新闻 纽约时报 昨天引述未具名消息人士 报道 一些主要民主党捐钱人士表明 如果拜登继续参选 他们就会停止捐款 由于这些个个都是大金主 所以停止捐款的钱是去到9000万美金 总之就是说 如果拜登继续选 那9000万美金就冻过水 因为我捐钱给你 是为了什么呢 就是说 将来你赢了 做了总统 那你就能够可以为我的企业 能够开绿灯 有些什么就能够偏帮我 虽然这些就看似 好像贪污那样 但是呢 美国那边就会说 这些叫做政治献金 但是大前提是 你真的有机会赢 我才会给你钱 如果你输得 难道我去选美国总统 别人有贵骂我吗 不会的 所以就是说 拜登那边 这次都真的冻过水 因为钱是最诚实的 如果钱都不流向那边的话 那性率就真的低了 好了 今集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就一会儿之后再见 就这样 拜拜